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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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大夫 他还在哪儿干呢 他们领导已经同意他离职了 现在手里的案子结了 就会放他走 陌生 陌生就到了 怎么了 陈钥匙给我 后面的事情你搞定 你什么意思啊 昨天不是热毒 陈钥匙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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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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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伤过度昏迷了 现在在病房呢 今天下午 万丈庚买了新家具送到老房子 准备装修完给赵翁宇住 正在收拾 他十零三天的棋子林白玉 突然闯了起来 这个林白玉 他也认为万丈庚在九号木炭剑中出卖了他 要和万丈庚同归于尽 可正在这个时候 万丈庚的女儿赵鸿宇突然冲了起来 阻拦林白玉 林白玉丧心病狂 开枪击中了赵鸿宇 赵鸿宇下意识还击 当场打死了林白玉 这就是万丈庚的口供 下周那顿饭 你买单 必须的 下午又干嘛去了 签衣老板 你的辞职报告老李还没劈呢 如果夏儿是你去的话 红里就不会死 你也签字 之前赵鸿宇啊 就有多起打架都欧寻衅滋事的千颗 我们会派一名民警监督他的社区改造的事物 是 每周他必须向派出所报道两回 小邵 这是民警小邵 您好 我叫邵宽城 以后赵鸿宇就由我负责 怎么负责呀 娶我呀 闭嘴 少 少警官好了 这是我在电视台录制唐氏讲坛的入场券 不成敬意 谢谢 有话说有批放 姐 我叫赵鸿宇 鸿宇 其实 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们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你们搬到了那么远的地方 警察找到我 告诉我你妈因为抑郁症自杀了 找我们干嘛 欠你钱吗 我们是妇女 这是不争的事实 而且我对你有义务啊 你跟电视台主持人乱搞的时候 还记得你有个女儿吗 怎么半天都接电话呀 在哪儿啊 呃 在路上 你不会忘记今天的采访吧 我可是一星期前就安排好了的 人马上就到家里了 你可别迟到 呃 不会的 你今天穿的是浅灰色西装和卡西斯裤子吗 呃 呃 呃 那就不用换衣服了 好的 笑什么 是不是我不跟你回去就得去坐牢啊 呃 当然不是 如果你想回自己家我可以送你 家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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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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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我 妈的 咱们给什么说话的 干什么 你们跟着 不许打人 跟着吧 我无忌蛋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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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爷 来 来 万教授 你回来了 老万 你怎么才回来呀 大家都等你半天了 好 真够气派的 同学 请你换个鞋 不太方便 要不然 你替我换 老万 这位是 我的一个远房亲戚 对 我是她远房的亲生女儿 也不是太远啊 就是拘留所到这儿的距离 我住哪个屋啊 小刘 这件事你是怎么想的 谁自诩自己做的事最稳妥了 你为什么不先跟我打个招呼 这几年你找女儿 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林白玉是那种小心眼的人吗 你要是这么看我的话 那我就太失望了 难道你是故意的 故意当着有外人在的时候 来个先斩后奏 万教授 我在为你奔走 为你安排 让你的电视节目可以继续播出 你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我给你安排电视采访 不就是为了让电视台给你续约吗 换回来的就是这样的当众羞辱 说话呀 不说话这事能过得去吗 小林 这十几年 你每次跟我发脾气 我都百看不厌 你美得不可防悟 我不认打断 来 小林 那可是真家伙 你也要给你让我发脾气 不认打断 我看你带你带我去 是一个小林 是一个小林 你带我去 我乔子 你带我去 你带我去带我去带我 带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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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我 你得有合法的持枪证才行 蓝玉姐姐之前可是 专业的射击运动员 大叔 你紧张什么 这有没警察 手法可是每个功名都应该做到的 还没请教 您是那位 那你又是谁啊 不好意思 林涛 林涛 到 为什么那么主动给赵宏宇安排工作 我就是想送万证刚一个人钱 好让他以后帮我的忙 咱们随意吧 人还没到齐吧 小刘吃过了 不是 我是说孩子 不等孩子了 我没要孩子 从未打算要 我不喜欢小孩 这点你们俩都是挺像 谁能保证每一个孩子都是天使呢 我以前做社会新闻工作的时候 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 什么孩子染上吸毒之类的恶血 简直是一个家庭的灾难 是 万教授认为 教育可以塑造人 可我认为 一个人的优劣 大多是来自于基因 那以后你们的财产 谁来继承 不是我们 是我 你看看这一切 都是我辛辛苦苦 勤勤奋奋工作得来的 这世上 没有不劳而活 关于咱们养活自己 就不用你来教我了 可惜了 我的工作呀 被你老公搞黄了 我说的工作 可不是穿着短裙 在男人面前晃来晃去 夏丽 话不好这样说的 你不穿短裙 不也才几年而已嘛 好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我的那个秘书啊 最近正在休产假 你 就是你 你敢不敢到我的公司 去上班呢 你们公司敢不敢 让员工穿短裙啊 我们都是跟艺术品 打交道的 这个 我们很自由 来 林总 我敬你 好 敬你 来 敬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九号幕 想拿他入伙 但九号幕 买卖太大了 只有外国买仗 才吃得下 所以中间人 只能受办成纲 小林 你这胆子也太大了 这叫犯罪 你只能不知道啊 我原来做过法制节目 法律的事情我比你懂 什么 我认识 林涛就是让你介绍几个外国朋友 给他认识认识 至于他们怎么合作 我们不参与 我们不知道 你这叫自欺欺人 你知道这么多年 我从来不占顾完生意 因为这池子水太浑 出于你而不然是我的必胜追求 我认识 记得刷费 他愿意出这个书 我是做学问的 钱对我来说不重要 那钱对赵洪雨重不重要啊 我之所以同意他住在这儿 是因为我知道 你觉得欠女儿的 可这是我家 当他是敌人还是客人 取决于你哦 早 早上好 你这一个月一万多块钱给的 你这一个月一万多块钱给的 算是喂狗了 他现在嘴硬 那是因为他还没有意识到 女儿 究竟对他有多重要 你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你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搞定他 不靠他女儿 得靠我 我想让他哭他就哭 我想让他笑他就笑 他还以为 他是自己想哭 自己想笑 就这么说 警官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为什么这么问 部长你们不会平白无故 来问林白玉的事 你们告诉我 出什么事了 我会给你们提供一些 更有价值的线索 我会争取戴罪立功 林白玉已经死了 林白玉说什么了 他说什么了 他说什么了 我告诉你 千万不要删起林白玉 就是被他拉下水的 她 她是罪恨获主 别消失了 赶紧走 投资方很认可我们的产品 但是对你的表现非常不满 本来今天是要签约的 投资方说再等等 为什么不接电话 微信也不回 你到底在干什么 少宽城 你去哪儿了 能回我一条信息吗 当初创业的时候 你说三个月之内肯定离职 结果呢 三个月过后又三个月 你是不是舍不得警察这份工作 昨晚 西京史公安局破获一期中任吸食毒品案件 抓获涉毒人员二十三名 缴获毒品三百二十五克 娱乐城老板已被警方控制 案件撑在进一步调查中 昨晚 西京史公安局破获一期中任吸食毒品案件 你看 你看 这个就是我 缴获毒品三百二十五 缴获毒品三百二十五 你厉害啊 你站这么远都能认出来 没你厉害啊 就这么猴这视频你都看四遍了 禁毒支队 赵洪宇 少宽城 刑侦支队文物大队的 你们俩 郭德宝 男 一九六五年生 原西京电影制片厂美工 在文武器方面自学生产 对文物断代及寻找古墓位置非常在行 擅长爆破及自制武器 自二零零五年左右起 与西京市交线组织多个盗墓团伙 疯狂进行盗墓及倒卖文物等犯罪行为 导致大量文物骨机损毁或流逝海外 一个月前 我们在查处一起文物走私的案件时 嫌疑人透露了一个重要线索 郭德宝回到了西京 再策划一起叫九号墓的大案子 通过对监控录像的调取 我们果然发现了郭德宝的行迹 他在一个月内 两次进出这间金手艺术品公司 这家公司的法人及董事长叫林涛 我们对金手公司进行了排查 发现除了几起来路不明的文物交易外 并没有发现该公司 和郭德宝之间的非法往来 之所以还没有正式传讯林涛 主要是担心打草金蛇 断掉了郭德宝这条线 好 坐 听了这么久 这个郭德宝又不贩毒 为什么要找我们 小赵警官是直截了当的 真好 是这样的 我们在摸底金社公司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占过百分之三十的股东 他叫林白玉 跟那个林涛是同乡 他的身份吧 我不说大家都知道 他是咱们西京电视台著名的主持人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是他的另一个身份 他是西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万正刚的妻子 这是李队长做的行动方案 你看看 你也可以坦诚地谈谈你的想法 你要是不愿意 领导们是绝不会勉强你的 小赵警官 我也实话实说 选你 当然是考虑到 你跟林白玉一家的特殊关系 这样便于接触金社公司 文宇 有什么困难你就说 在座的领导 会尊重你的决定 他姓万 我姓赵 我们已经十几年没有见过了 李队长 你凭什么认为万正刚会认我这个女儿呢 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吗 说 这本《谁在收藏中国》是万教授编写的 你以前叫万俊 对吧 在一千年以后的今天 我们反观唐代 无疑有两个女人最伪之名 一个是把李唐皇帝赶下台 并取而代之的武则天 一个是让李唐王朝彻底走向衰败的 杨玉桓 而站在这两个最具传奇性女人之间的 就是挽救并延续了武士一族显赫地位的 并为自己选择了继承人的 武会妃 当时唐玄宗本想立武士为后 结果竟遭满朝文武公开反对 最终唐玄宗不得不被迫选择妥协 昭告天下 策立武士为会妃 皇帝宣布 会妃为后宫之主 宫中所有待遇等同皇后 实为武冕之后 而后来乱唐的杨贵妃 却因诗人戏剧家文学家的传唱千古留名 武会妃则被摆到了正史的边缘 几乎被人遗忘 竟然连牧种都无人问津 中国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男人的历史 但女人是男人的影子和镜子 纹身形吗 所以女人也是中国历史的影子和镜子 许多事因女人而发声 因女人而结果 因女人而真相洞悉 因女人而扑朔迷离 你比电影让胖点儿 为什么您要我送的 难道您不愿意恨我吗 不愿意恨 不愿意恨 不过 我想了解一下红宇的另一面 她只是这一面 其实 我算不上了解红宇 我很惭愧 我们的搭档也不是很默契 但是我坚信 红宇是我见过的 最优秀的警察 我说我没有想过 我会在银行的 我说我真的想要 我就是不愿意恨 我都想来 我都想要去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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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雨回来了 你吃饭了吗 洪雨下班了 那工作太无聊了 我不想去了 回头我跟领导说 你先回房间休息吧 你吃饭了吗 快吃饭了 好 快吃饭了 你去找我 你来看她 我去找我 好 你去找我 我去找我 是一生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在这儿干吗呢 打火机没气了 你认为万教授会有打火机吗 我可没你了解他 他有吗 高级 小刘说你们家不准抽烟 到底有没有这规矩啊 这是我家 规矩是我定的 我是谁能抽 谁就可以抽 感恩 你老公呢 他今天有课 一早就出门 他临出发前让我转告你 今天别忘记去派出所 找邵警官 我把这事给忘了 谢谢万太太 不打扰了 放心吧 一会儿我一定好好审认了 好 随时联络 再见 你说我是不是史上最高调卧底 跑到派出所送情报 这点子谁想的 给请他吃个饭 高啊 太高了你 刚才电话 您把日子给我打了 他看到你在万正方的书房里 鬼鬼祟祟地怀疑你偷东西 他怀疑我偷东西 说明彻底相信我说小混混 这有什么问题吗 到底想干吗呀 你不会怀疑万正方吧 万正方是林涛公司的顾问 这点你不会不知道吧 他有大量的海外关系 其中就有不少做大宗交易的 顾用商人 所以会不会存在 这样一条犯罪页 就整个九号目的案件 都是由林涛出资 郭德宝盗目的万正方 负责消贓的 我好像明白了 诶 赵红颜 你之所以那么痛快地 参加这个任务 是因为你恨万正方 你巴不得他是个罪犯 这样你就可以抓他 是吧 我并不知道万正方是什么人 我只知道我是一名警察 我不会犯过任何一个 有嫌疑的人 你还知道你是 我再强调一遍啊 你的任务是调查林涛 不是万正方 九线 你不是我领导 不要命令我该干什么不干什么 其次你的工作 是把我调查的结果汇报上去 我就是个传话的 林涛 确实找他这么久了 真品 那 初步检测唐朝的宫廷物件 更具体地要交给专家了 这就对了 之前盗墓集团盗的几座陪葬墓 都是唐朝的 这就说明万正刚和这盗墓集团 肯定有关联 我说咱这脑回路 能不能别那么大呀 不是每件唐朝文物 都和九号墓有关的 这件肯定有 你看 这个人 昨天来找万正刚的时候 就鬼鬼祟祟 连看都不敢看过 小哲啊 小哲啊 你教我这么查 你呢 可以先看看这双鞋 限量版 你看金色的 全中国都没几双 就西京这么大点地方 你只要能找到这双鞋 肯定能找到这个人啊 你啊 不是我领导啊 别命令我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我就是一传话的 不负责帮你找破鞋 那玉珠给我吧 我得回去了 这东西要进一步检测 如果是出土文物 必须上缴国家 那等案子结束之后再说 我现在得把这拿回去 别呀 你不混混吗 就当你偷的 多合理 这个给你 这个给你 这是我在金色公司查到的东西 赵洪云 赵洪云 你别 赵洪云 少警官 别误会啊 我太太不太了解情况 这件东西呢 是我祖上传下来的 本应该就属于红玉 不散逃 不散逃 少警官 我可以走了吗 那个 注意 言行举止啊 走吧 那你忙 慢走 好 我 来这儿干吗 来这儿干吗 咱们回自己家看看 古地重游 故地重游 坐吧 很干净的 我经常一个人过来写点东西 有点生活在别处的感觉 你不是一直他妈的生活在别处吗 你别打我 别打我呀 你打他 打他 你打他 俊俊 数过二十下啊 不许赖皮啊 我看你打他 你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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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赖 抓到你了 抓到贼了 俊俊 你怎么跑屋顶上去了 赶紧下来 警察招的贼是要奖励的 但是俊俊今天不听话 又爬屋顶了 今天只能奖励一个他 去玩吧 小警察 俊俊 我妈姓赵 我叫赵洪宇 洪宇 我知道 你心里怨我 甚至恨我 我对不起你们母女俩 可是这些年 我真的一直在找你们 有一次 我已经找到你们家了 想见见你 可是你妈跟我只说了一个字 滚 第二天你们就搬家了 都是我妈的错 不 我 我知道 我不是个称职的父亲 对你妈妈来说 我是个坏丈夫 可是 我当初和林白玉的关系 真不像你们想象的 那么不堪 我是个读书人 我最大的快乐就是 把我的所思所想研究 发现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来 写到高兴的时候 我恨不得 喊出来 叫出来 甚至跳起来 仿佛那个时刻我就是古人 我是皇帝 我是诗人 我是苦力 我是战士 我多 多么希望你妈妈跟我 分享着大唐盛世千古诗篇 可是每当我给你妈读的时候 你妈不是中途睡着了 那就是让我小点声 怕把你吵醒了 可是林白玉 当我第一次读给她听的时候 她哭了 那她现在还听吗 当然 现在 我很少给她读了 但是她能让你在电视上读啊 当然 是的 我承认 我的有些选择是错误的 但是洪宇现在 谈错误没有意义 我想做的就是补偿 好 那你 这个呢 是你奶奶留给你妈妈的 你妈妈走的时候没带着 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这件东西是很有灵性的 你 你 我妈不要的东西 你认为我会要吗 洪宇 我知道 我们的感情需要慢慢培养 好 没关系 我们就在这里培养 这里有你熟悉的环境 熟悉的气氛 甚至熟悉的味道 你 你不喜欢林白玉没关系 你可以一直住在这里 我们把它简单装修一下 按你喜欢的风格 洪宇 我想这个味道 你一定熟悉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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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了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觉得 孔宇恨我吗 我想 他希望能恨你 上一个窃我哥的人 现在躺在医院里 我万教授又怎么念了 李队他们呢 不是跟你说一会儿 有抓捕行动吗 人在那儿呢 正交易那支玉华呢 人出来喝个茶 就是交易了 你就要抓人 有证据吗 直觉 抓错了吗 你知道我们李队 脸往哪儿搁呀 我重申一次啊 你的任务是丁灵涛 不是找万教授的茬儿 能不能专业一点 行行行 我跟这儿盯着 你回去上班去 你别给我偷偷溜了啊 你在≫ 你不在买吗 我们在买惊 你没从来 我去哪儿 你不是在买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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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在买惊 你不是在买惊 你看 我自己是不在买惊 不买惊 光遂浪至今朝 苍天宵 纷纷世上朝 谁附谁深处天之宵 那人应该是有买下 请来的鉴定师 这已经构成倒卖文物罪了 一级文物的话 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 出的没错吧 你倒什么都知道啊 你别去啊 你去了一会暴露了 你去跟着他 你去跟林涛 好吧 跟林涛去 襖子 我怀嗽 我怀响你 我怀响你 你怀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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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啊你怀响你 你现在已经拖一起了 你怎么每次都这样啊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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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你 警察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没有 我不行吧 直觉 别动 那可是国家一级文物 你是真不知道 当然知道 所以我才跑 我以为余生戒肥 你少跟我抖鞠领 法理名为规定 不能交易 为什么还要买 我是做投行工作 我明天在我的钱包里 你们应该确实吗 我真的不是什么文物贩子 我也是帮朋友忙 我平时也爱搞收藏 跟范教授 有多年的老赵情了 要是换了别人 大事我也不会收 二位请留步 现在台里啊 一切都看收视率 我们会好好做真人秀的 不枉费万教授把时段让出来 你好好干 坚持下去 这些年台里越来越留不住人了 有能耐的都走了 没关系 我还年轻 扛得住 慢走 好好好 说吧 他多少钱卖给你 没有钱 我担任帮他在香港龙几笔 五百万的信托基金 收拖认识他女儿 叫洪宇 他还愿意我 在国外帮他练习学校 他想送女儿出国读书 小林 你干吗 干吗 擦枪啊 给我 至于吗 好久没摸枪了 得练练 别生气吧 生气对身体不好 你幼稚不幼稚 像他这种没脑没胸没屁股的小孩 我能把他放在眼里 对对对 咱不跟他一般见识 另外啊 我觉着也不得 是你 唐氏讲坛结束了 没人找你做节目了 你就没有危机感吗 她是大学教授 社会名流 一辈子的干干清净 现在要上电视 正红着了 明星对她多重要 她能顶着我一发的风险 就是为了孩子 你说 我能不帮她 关正刚刚没告诉你说 东西 是从哪儿来的 说了 是他们家的主船 走 走 老汪 有话跟你说 走 好 好 万教授 我准备走了 什么 搬走 为什么 去老房子住的 只是我的一个建议 如果你愿意 可以一直在这里住下去 黄云 你姓万我姓赵 我凭什么老住在这儿 你是我女儿啊 不管你姓什么 我姓什么 我们的血缘 决定了我们的父女关系嘛 你要去哪儿啊 我爱去哪儿去哪儿 你 我自己来 你 记住了 你没有女儿 从来没有 我知道你在气我 但是没关系 只要你肯留下来 你可以天天气我 好不好 童云 我的计划好了 让你出国 让你见见外边世界什么样 童云 放开 童云 童云 我给你安排了一笔基金 以后你就可以一事无忧了 当然 我们可以先不让他知道 他和林涛偷情 你放屁 西京酒店二五零八好房 你可以去查 你放屁 是不是林涛偷情报报 你放屁 你没人要 放开紧张出入 文具 我怎么做才能停止你对我的报复 你就这么想彻底地摧毁我 好 连我 连我 带这个家一起摧毁 好吧 摧毁 摧毁 你干吗 摧毁 婊子 你要再敢背他头上 我肯定弄死你 你找死呢 口气不小 你妈不是我的对手 你更不是 蠢货 装死弹了 开枪 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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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们别闹了 开枪啊 赵虎语 把枪放下 我命令你把枪放下 赵虎语 开啊 赵虎语 泵虎语 没有 向前几天是绞锁 今天是开枪 过几天是不是要杀人了 我是因为给你面子 对她已经很客气了 可我也是有底线的啊 对 是这有底线 你干吗 你告诉林涛 我愿意跟她合作 你怎么想通了呢 是时候改变自己了 我愿意合作 不光让她坐牢 连她也得坐牢 现在案子有了关键性进展 万教授主动愿意和警方合作 为什么呢 真是原因不太清楚 据她自己讲 她不希望她妻子因为她精神有股份 而战上犯罪的便 她想保护她 把她受人诱骗 既然你们有了万教授 应该就不需要我了吧 我又准备归队了 得等林涛归案 你才算真正完成任务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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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下午去三叔家拿工具 晚上进果园摘果子 你也来吧 张远 我也想进果园去看看 别忘了给海洋工发红包 洪雨来信了 孤独报准备行动 明晚就会消防训 好 马上来一套节目 同志专案组所有人 准备失望 是 好 有步 万教授 买家的事 就拜托了 顺利 好 黄宇 晚上回家吃个饭吧 约了朋友 黄宇 老房子那边我让人简单装修了一下 如果你有时间可以过去看一看 是啊 你那边我也回不去了 不 如果你同意 我愿意搬过去跟你一起住 以后再说吧 你先回去吧 你等等 帮我换张床 以前那小了睡不下 好的 好的好的 好 好 好 看着样子 威风的实际基本上证书了 可以动手了 好 判打 就没去了 有点等活力 接车到了吗 我现在马上过去了 开了 过去瞧瞧 看 看 我出去接一下林老板 你们把洞口亲一下 好 来来来 林大 我被同志了 领导已经在路上了 该要的郭德宝 咱们有公收楼墙了 同志楼墙 我们一起行动 快点 快点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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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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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4 5 5 4 6 6 就这么了胆子 还盗墓 你就沿着这条路一只走 加点速应该能赶上我们的收队 我翻位置给你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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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uffy 走 四点别动 走 四点别动 没有踹 走点啊 走点 这边是不是没有那个封道鱼 走点啊 那有啊 那比较轻轻轻轻 鱼哥 鱼哥 没发现过的吧 快点 走 鱼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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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他们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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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啊 这是我从今以来最刺激的一次 应该也是最后一次了吧 你不是办完这个案子就要辞职了吗 总统 办了这么大一案子也算爽过了 为什么不当警察了 可能是想让自己显得比较有出息吧 但什么是真正的有出息我也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当警察呢 吃糖吗 小淘气呢 有日子没吃过这个了 你请我食堂 我请你喝酒 行 正好呢接受任务两个月 咱们庆祝一下 老板 你干吗去啊 帮警察一个忙 您拨打电话再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小心 小心 好 来 留神 留神 留神脚下半点手 来吧 这边 留神脚下 不失忆 穿有吗 我怀了 我怀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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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另一拥有几号 里能跳我 以及慢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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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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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给我丢了 怎么搞的 这么大的事故 怎么能说没就没了 你们是怎么看管的 赶紧去找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这有个刀洞 这有个刀洞 往这儿也发现一样 就远之地抓了王剑冲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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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的都出口了 对 今儿不回去了 跟队里凑个注意修吧 行 明天的会你可前晚别迟到 投资人会亲自过来 他之前对我们的项目说非常正可 如果产品演示他满意的话 一轮就稳了 太酷了 那咱们离发达就差一步了 哈 叫我去单位接你吗 好啊 呃 那个 不用来接我了 我明日最晚过去 放心吧 一定不迟到啊 好 明天穿蓝色那套西装啊 嗯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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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景 哎 头儿 现在食股不见了 是不是应该派人去 调查一下万教授 理由呢 林涛和郭德堡已经落网 林白玉也失联了 万教授是九号目关系圈里 唯一有能力也有嫌疑到去吃果的人 更重要的是 他是进过木学的 你先上车 我马上 没意思啊 是 有道理 下午你去万教授家排查一下 哎头儿 我下午真有事 而且你不是说这案子一破我就 那 那什么了吗 你觉得现在这案子算是破了吗 李队 我有什么能帮得上的忙吗 孟宇 这次真是多亏你了 我这就正式通知你 你的任务结束 你可以回到尽头支队了 领会你的配枪和证件 你为什么怀疑万有事 我没有针对他 我就是觉得毕竟他和这个案子有关联 我们应该排查一下他的嫌疑 可是你想过没有 如果没有他的话 你连食果都找不到 他帮了这么大的忙 你们还要怀疑他 你到底有什么证据 没有 直觉 就像你一样 是 是 师傅 前面靠边停一下 你去见你的资本家 我也得找机会 跟他说实话 靠谱老赵 哎 还要跟你说特别靠谱哎 我去就瞎子摸像 你去才是一举两得 少卖乖了 下周那顿饭 你买单 必须的 你 验屏 天屏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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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少 时间已经完成了 我觉得你还是亲自过来一趟 比较好 这是在赵鸿宇时道里发现的 一颗没有完全融化的糖果 他的嘴里也有残留的糖分 也就是说 死者在死亡之前 嘴里含着糖果 然后我们在他的袖子里 发现了这张糖纸 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呀 我 我没说话呀 哦 我是说赵鸿宇 这张糖纸他一定是想告诉我什么 求求你们不要取消这最后一期节目录制 好不好 求求你们 我的身体没有问题 真的 我求求你们 因为 我有话要说 否则我会憋死的 我会崩溃的 子弹其实并没有给内脏造成致命伤害 赵鸿宇的死因是失血过量 如果能早送到医院十分钟 或许还有希望 喂 马姐不好意思还是我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可能就是 赵鸿宇的 腹部先中墙 然后 吃的糖 从试点的结果来看 有这个可能 好 谢谢 好 亲爱的我请到警察报告前文 保证会下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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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文物介绍二队 干什么 你怎么进来的 你有出出照吗 我们正在录制节目 万诚纲 涉嫌盗窃文物和谋杀 跟我去局里 你说这样的话 要负法律责任的 你干什么 卓睿 我认识你们大队长李静 你等着 你说我 涉嫌盗窃 和谋杀 我偷了什么 我又杀了谁 我们到了局里 我慢慢跟你说 说什么 真相 这个世界有真相吗 有 别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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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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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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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交给我们处理 您先去休息 您先去休息 快点 吉尼队长电话 快点 领队 我都听到了 什么也别说了 你马上回队里报道 我在办公室等你 我对万事刚一起回 你自己回 能做到吗 有派警车去接你吗 对不起啊 邵宽长 你不觉得自己很可笑吗 当警察的时候 你想着创业的事 现在让你好好创业了 你又放不下警察的事 你告诉我 你到底是想当警察 还想创业 不想了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 那个叫赵洪雨的女人 对你很重要是吗 那天 本来血清万神纲的人 应该是我 因为赵洪雨 你最担心的事情 才没有发生 是她替我去死的 你说她对我重要吗 对不起 替你去死我做不到 干 给你这样子啊 不过来怎么办 你请我吃糖 我请你喝酒 非常好 你了 好 你了 すでに 雪、みつけのマシを すでにわたら すでに hotel 登台に行ってお手 你说什么 你穿多大马的鞋 什么样的鞋 要多吗 别闹了 干什么 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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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抓过很多盗墓贼 他们只拿死人的东西 他们从不杀人 他们管这叫 道义有道 作为一名废瘦尊敬的历史学家 万教授 你的道呢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让人揍了 揍我的就是这双鞋的主人 他的名字叫杨简 没错 他就是杨简 他就是杨简 外号穿人甲 我徒弟 特别会打动 我不认识杨简 我说你认识他的吗 不过 就算你不承认也没关系 杨简也一定会把你供出来 郭德宝 郭德宝 静灵的位置又不是只有他知道 我也知道 他能找万教授我也能找 郭德宝那套已经过时了 现在都是啥时代了 对不对 得讲个科技创新 我们这行也一样了 这是我的诚意 万教授 好好考虑考虑 好 会下班了 你是怎么把事给我偷走的 就是你们封锁现场那天晚上吗 你们封锁我就动手 差不多十二个小时吧 就挖到牧室了 然后切花了 差不多十个小时 其中机一拽就出来了 你这么厉害 为什么不早下手啊 外角叔说的 我愿意合作 万教授 父爱感人哪 他会恨你吗 肯定会 那你怎么办 反正我不想杀人 没人想杀人 但是你可以让他坐牢 不管我 他要坐牢 顶头也要坐牢 他说警察破案之后 肯定会封锁现场 那时候才是最好的动手时机 我今天再请你去公安局 你应该不会再撞我了吧 好 让我录完节目 我有话要说 我最想听你说的事 鸿蚁是谁杀的 林白玉 真的吗 真真难去 你还是跟我走吧 真是林白玉开的枪 你怎么来了 你就这么不愿意见到我呀 患然一新哪 万教授 你可真够用心的 你不是跑了吗 我为什么要跑 我不过是因为家庭生活压力过大 自己出去放松几天而已 我想明白了 既然我没有孩子 红雨就是上天给我的一次机会 让我可以体会一下做母亲的感觉 红雨或许是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契机 你觉得呢 你觉得警方会让你轻轻松松地重新开始吗 当然会 我之所以和林涛走那么近 就是想调查她的犯罪证据 我很早就知道她的那些勾当了 也告诉过你 你难道不是因为我 才和警方合作的吗 明白了 你是让我替你在警察那儿洗白 你是让我替你在警察那儿洗白 林白宇 你哪儿来的自信 或许是她给我的吧 你可能忘了 你可能忘了 我除了是你老婆 还是你的制作人 经纪人 你的账户也是我在搭理 你当然不知道 你是做学问的人 钱对你不重要 我给你普及一个常识吧 你和我的卡都是关联的 你的每一笔转账 都会通过信息提示我 石果被盗的消息传得满天飞 我分析不出来 跟这笔转账有没有关系 但警察可以 这笔转账 你做了什么不重要 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又看到了当年的那个你 我又开始崇拜你了 我又看到了你的智慧 魄力 就像以前一样 我继续会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我能给你的 我都给你 给不了的 我拼了命也给你 你这是最高 促销吗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真恶心 恶心 你才恶心呢 万正刚 这么多年你吃我用我睡我 白吃了白睡了 这不要脸的老王八蛋 好啊 把手机交给警察 让咱们俩同归于尽 你 银妇 你就是个银妇 你也资格跟我同归于尽吗 你倒是应该跟林涛一起报尸街头 真的 在唐朝 我就是杀了你们这对狗男女 我倒是合法的 杀了你 好啊 林府变成了汉府了 你还要是杀了 李白玉 放一下 我是警察 后颖 然后呢 我口供不是说了吗 我不想再回忆了 请不要伤 伤害我的脸 我要录制节目 请保证我的形象 形象对你很重要是吧 当然 那我告诉你 没有最后一期录制了 你收到的那个短信是我发给你的 你没有机会了 你们凭什么这么对待一个做学问的人 而且是里面的父辈 因为你是个骗子 你是个贼 你还是一个杀人凶手 再尝尝 我就是杀了你们这段狗男女 我倒是合法的 你用口水催我算什么本事 这些年 我一直用心在催你 你一个人性知恶的结合体 我就骗你 没错 我受了买家的佣金 我让人偷了食果 我让你们俩求财不得 我气死你们这段狗男女 开 八蛋 杀了你 我淫妇变成了汉坊了 你 你来 放下 我是警察 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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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有家呢 你是 我是警察 去自首吧 去自首吧 你是警察 你是警察 不要找我 你希望我是最佳 你到我们家 你们怎么都在骗我呀 可是我 俊俊 我这一切都是不利的 我要不长 爸爸 爸爸 良清了 不 谢谢你跟我讲爸爸 名字好不好 爸爸现在一无所言了 就剩下这点尊严和形象 好不好 我 老师姐 爸爸求求你 爸爸求求你 我们会重新开始 我们重新修复改进 爸爸一无所有了 就剩这点尊严和形象 快点 干什么 抱歉啊 妈 阿姨 爸爸 爸爸 我 你 我想 我 我要知道 好 老了 老了 习惯 我一直都很清楚 老了 还一直都 我希望 我希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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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 救救我 知道吗 是洪雨告诉我你是贼的 我们在洪雨的吼动里 发现了这个 橘子汤 洪雨说 小时候 你经常和他玩官兵捉贼的游戏 只要他捉到你 你就会奖励他一颗橘子糖 他用最后一口气告诉我 女儿吃糖 父亲是贼 这里是西京市 关局 立即靠边警车 放弃抵抗 立即靠边警车 放弃抵抗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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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抓到罪 要奖励之堂 但是军军不听话 怕无顶 只能奖励 一个堂 警察抓到罪 要奖励之堂 可是军军不听话怕无顶 只能奖励 一看堂 警察抓到罪 要奖励之堂 可是军军不听话怕无顶 只能奖励 一看堂 警察抓到罪 因为小时候和爸爸玩的游戏 想当警察 当了警察 又和爸爸一起联手破了案 你们父女俩这个缘分啊 应该有一个完美的作品 人有时候其实挺奇怪的 你越想忘记的时候吧 反而记得越清晰 现在案子结束了 那你们应该也出嫁了吧 打算干点什么呀 准备去捋个游 去趟香港 或者泰国 然后呢 我还准备谈个恋爱 谈恋爱应该很美吧 是挺美的 要不 fun 对了 我想现在有一个 又能吃饭又能蹦跌的地方 又能吃饭又能走 也算不浊沙 对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更关心的还是这件中国国宝到底值多少钱 如果有人为他献出了生命 一个人的生命应该值多少钱 如果是你的亲人 你的兄弟姐妹为这件文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请问 你应该给他雇多少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盗石果 日前的从美国运回中国 如被盗而流失到美国达六年之久的国家一级文物 唐代静灵石果终于被追索 这个重达27吨的唐代石果 静灵被盗绝 犯者团伙对墓内的一套彩绘石果进行拆解包装 分批装箱运往广州 今天下午两点多 被盗墓团伙走自出国的唐代甄顺皇后 武贵妃陵墓被盗石果 在陕西历史国务馆 由西安警方移交给了文物部门 武贵妃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妃子 此后被追封为甄顺皇后 而这也是我国首次通过法律途径 追索合国的国家一级文物 各位观众晚上好 唐使讲坛的最后一讲是 武贵妃之死 关于武贵妃的死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 他设计害死了唐玄宗的太子 遭到报应 染疾猝死 另一种说法是 唐玄宗想废太子 怕背负骂名 而深爱着他的武贵妃之道 只有他才是背负骂名的 最合适人选 所以这才有了他死后的风光打仗 被追封为甄顺皇后 那么究竟这两种说法 哪个是真相呢 我今天要说的是 所谓的真相 那就是 你认为的真相 你们认为的真相 我认为的真相 结论是 这个世界 没有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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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